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被用来近似任何的函数 这边我们要设计一个多层的类神经网路去近似下面的非线性函数 f of p 等于 1 加上 sin of pi 乘上 p p 介于负时跟时之间 首先设定输入资料 p p 是从负时到时 每隔 0.25 取一笔资料 接着设定目标的资料 t t 是等于 1 加上 sin of pi 乘上 p 接着介绍正切双关区转移函数 它的语法如下 a 会等于 tan sig of n 在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输出 a 会等于 1 加上 exponential 负 2n 分之 2 减掉 1 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范例会用到的是线性转移函数 语法如下 a 会等于 p u r e l i n of n 从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输出 a 会等于输入 n 接着设定隐藏层的个数 这边设定为 5 接着设定隐藏层与输出层的大小 接着设定隐藏层与输出层的转移函数 隐藏层是设定为正切双关区转移函数 而输出层则设定为线性转移函数 接着我们介绍 n e w f f 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用来建立一个潜溃的到传递网络 程式语法如下 n e w f f of p t s 跟 t f 其中 p 为 r 乘上 q 1 的矩阵 r 是指输入向量的个数 q 1 则为样本数 t 则为 sn 乘上 q 2 的矩阵 sn 是目标向量的个数 q 2 则为样本数 s i 代表 d i 层的大小 t fi 则代表 d i 层的转移函数 因此将刚刚所设定的 p t layers 以及转移函数 tf 代入 我们即可获得一个潜溃的到传递网络 名称为 net 接着设定学习速率为 0.05 接着设定训练的次数 然后将网络名称 net 以及输入向量 p 还有目标向量 t 代入指令 train 训练这个浅层的被神经网络 net 最后将训练好的类神经网络 net 我们进行模拟 我们代入输入向量 p 透过 sion 的指令即可进行模拟 可获得网络输出结果为 a 最后画出目标向量 以及类神经网络的输出做比较 目标向量就是我们要近似的函数 以蓝色表示 而类神经网络的输出则以红色表示 第二张图则画出目标向量 与类神经网络的输出向量的误差 横坐标为 p 也就是输入向量 重坐标则为 t-a 也就是误差 程式撰写好后 在 Matlab Command Window 中执行 可得模拟结果如右图所示 图形中可看出 红色与蓝色非常接近 也就是类神经网络的输出 非常近似非线性函数 误差非常小 根据程式的设定 隐藏层的数目为5 接着探讨隐藏层的数目 对类神经网络性能的影响 若隐藏层的数目改为1 则图形中可看出 类神经网络的输出 红色只有1开始的时候 近似非线性函数 接着就无法近似 其误差非常大 若隐藏层的数目增加为2 则类神经网络的输出 红色在一开始与最后的时候 会近似非线性函数 但是中间仍然无法近似非线性函数 因此虽然比前数的例子来得为加 但是误差仍然很大 若隐藏层的数目增加为3 则类神经网络的输出 红色近似非线性函数蓝色的程度 大为改善误差也降低 若隐藏层的数目增加为4 则类神经网络的输出 红色会更近似非线性函数蓝色 误差会继续减少 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 就是隐藏层的数目越多 则类神经网络的性能会更佳 接着讨论类神经元数目的影响 在隐藏层中使用适当的类神经元素 会产生好的函数拟合结果 从图形中可看出 类神经网络的输出 红色曲线非常近似输入的资料 如果在隐藏层中类神经元的数目不够 则会产生欠拟合的效果 如下图所示 欠拟合会发生是由于在隐藏层中 类神经元的数目太少 以至于无法辨识在复杂资料中的讯号 而隐藏层中如果类神经元的数目太多 则会造成过拟合的效果 在隐藏层中的类神经元数目如果太多 就会产生过拟合效应 如下图所示 过拟合效应会发生是由于训练资料的集合不够充足 也就是类神经元的数目太多 因此训练资料的过度学习是没有办法 使得类神经网络能够成功的预测 或者是分辨其他在训练资料中未曾出现过的资料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结论 在隐藏层中的类神经元数目过多 会造成过拟合 而太少则会造成欠拟合 因此适度的选取类神经元数目是非常重要 接着探讨学习速率对于类神经网络性能的影响 如果在之前的范例中 学习速率设定为5 模拟结果如右图所示 在图形中可发现 类神经网络的输出红色曲线 无法近似蓝色的非线性函数 这是由于学习的步骤 这是由于学习的布局过大 造成部分的资料未接受训练 因此学习的效果不好 使得误差变大 如果在之前的范例中 学习速率设定为0.05 模拟结果如右图所示 在图形中可发现 类神经网络的输出红色曲线 非常近似蓝色的非线性函数 这是由于学习的布局很小 使得每一笔的输入资料都可接受训练 因此学习的效果很好 而使得误差也很小 但是如果学习的速率设得太小 则类神经网络的演算法 将会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收敛 如下图所示 由于学习的布局太小 因此造成迭代的次数过多 使得类神经网络的演算法 要花很多时间 才会到达目标向量 与输出向量的误差为最小 相反的 如果学习速率被设得太大 则类神经网络的演算法 有可能会震荡 甚至变成不稳定 如下图所示 由于学习的布局过大 造成部分资料无法接受训练 而且也让类神经网络的演算法 形成震荡 甚至变得不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结论 学习的速率 不可以设得太大 也不可以设得过小 必须要采取适当的设定 以上就是我们函数近似的内容 接着我们针对这小节的内容 进行总结 首先我们了解了如何利用一个多层的类神经网络 透过到传递演算法的训练来进行一个函数近似的一个步骤 接着我们也介绍了如何撰写电脑程式来实现一个具有到传递学习的多层类神经网络 那最后我们也讨论了在多层类神经网络里面 它神经元的数目以及学习速率这两个参数 对我们函数近似这个系统性能的影响 以上就是这一小节的总结 我们期待了